今天是元宵佳节 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感受军营里的元宵味道 首先我们要去的是海军安徽舰 安徽舰弦号33 是我国第三艘075型两栖攻击舰 075型两栖攻击舰作为立体投送登陆兵作战的大型作战平台 它的空中投送能力很强 并且有低攻火力打击和近距火力支援的能力 能够搭载舰载直升机 气电艇 坦克装甲车 登陆兵 进行有海对陆的攻击 实现了从平面登陆到立体登陆的跨越 还记得去年11月人民海军发布33来了 官宣安徽舰之后呢 网友和观众就非常关注这艘目前最新的075两栖攻击舰 纷纷表示想看大船 今天呢我们就带您看一看大船的元宵节怎么过 现在马上连线此刻正在安徽舰采访的记者李秋 李秋你好 带我们去舰上感受一下元宵佳节怎么度过吧 好的罗旭我们在海军安徽舰上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其实呢在春节前夕呢海军安徽舰组织了飞行保障训练 可以说我们在训练当中度过了自己入列之后的第一个除夕 那么圆满完成训练任务靠拨码头之后第一个元宵终于可以热闹一下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安徽舰的元宵餐会 登安徽舰当然要食安徽味儿 那么到底地道不地道我们要告诉大家一点 今天我们这顿团圆饭的筹备者也是我们海军安徽舰负责后勤保障的军官程彭月 就是一个地道的安徽宣程人 那彭月你好 给我们说说在家乡命名的舰艇上工作是什么心情啊 军舰与家乡同名既是荣誉更是动力激励着我奋勇向前 那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哪些家乡特色美食 准备了四道安徽菜 它们分别是来自济西的惠州一品锅 来自宣城的羊肉丼和鸭角包 和来自黄山的非常出名的臭鲑鱼 你记者您尝一块看味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就是我儿子 他是孟兴宇 他今天获得的领域是三等功 在现场看见儿子受无表彰是什么心情 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的激动 虽然说这么多年他在部队里真是不容易 但是他今天能够得到领导的肯定我心里非常开心 要为我儿子感到骄傲 在部队也放心了 对 以后我回家之后也就更放心了 好 谢谢阿姨 您请坐 兄姨也请坐 每逢佳节我们在军营里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 一家不远万家圆 但今天呢在这个热热闹闹的圆校现场 我们想说军营过节也很甜 我们在安徽舰上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别样的团圆 伴随着这艘大国战舰成长的每一名舰员呢 都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努力与汗水 那么推动着这艘大国巨舰扬帆远航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认识两位年轻的舰员 走进他们的岗位听听他们的故事 元宵节的前一天 燃料家驻班纪师李瞳打包了上舰以来的珍藏 准备寄回老家 这个是我们手臂舰员发的一个建模 这个想寄回家给父母看一下 然后这个接的船是什么样子 想他们了解一下 这边的工作环境 这些像帽子还有这个皮夹盒 这都是活年时候发的这个纪念品 这些想给父亲穿 算是给他个惊喜 这个是21年年底获得的这个奖章跟证书 希望让父母知道我在这边就是还很努力 工作上面也很认真 希望他们放心 今年春节前 海军安徽舰赴某海域组织飞行保障训练 开展了单波次集中出动 舰载机调运保障等多个科目 很多舰员是在舰上过的除夕 李同今年的年夜饭就是视频看着家人一起吃的 其实特别想跟家人讲 今天都干了什么 但是没办法说 年三十那天晚上的时候 看着他们给他吃饭 其实看着就已经很满足了 李同所在的燃料加助班 负责为舰载直升机加油 每次保障前 他们都要提前几个小时开始准备 工作的部位上到飞行甲板 下到船舱底部 包含了多个不同的岗位 作为骨干技师 李同除了执行保障任务外 另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培训这些岗位上的新舰员 尽管现在李同的专业技能 已经称得上是游刃有余了 但他还是经常能回想起 刚到安徽舰时的情景 当时李同作为辽宁舰输送的 航空保障技术骨干 参与接舰工作 在同批老班长当中 数他瀕临最短 我自己觉得肩不是很俗 然后也没有这些借鉴经历 就觉得可能会拖后腿 所以压力特别大 当时刚来的时候 每天一两点钟睡觉 然后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然后正常出操训练 然后去建造 但那个时候 就哪怕每天睡得很少 但是也很精神 因为有口气在撑着 就是像我刚刚跟您说的 就特别想把它做好 从第一次见到 还在建造中的安徽舰 到陪伴他一点点的完善 再到第一次保障 舰载直升机起飞 伴随着安徽舰的成长 李同也磨练出了 新时代大舰舰员的自信 我们需要有信念 要不然的话 真的很难坚持 我的信念就是 希望能陪我们这艘船 完成更多的使命任务 然后提高我们的保障能力 上更多的飞机 张全是安徽舰上的第一批女舰员 今年春节 妈妈给她寄了很多家里的腊肠 多到她跟战友 一个星期都没吃完 张全对家人最深的印象 还停留在新兵入伍前 爸妈送战时 送战就是隔着那个车窗 那个招手 我当时就想起那个 朱自清的那个背影 我感觉就是 所有天下的父母 都是这样的心 那一刻就 我其实那一刻 就是声音都有点哽咽 但是我忍住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哭的话 我爸妈肯定会忍不住 今年春节后 张全的任务是跟着班长 学习电工专业技能 你没听错 这个正在修灯的小姑娘 是机电部门新来的电工兵 修灯是电工专业最简单的工作 她们的主要职责 是守护全建电力的中枢大脑 我高中的时候 理科基础挺差的 然后大学的话 又基本上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 然后班长还有跟我那些同年兵 他们都就很乐意带着我学 多试 然后多干 在来到机电部门之前 张全是一名通信兵 站位在驾驶室 安徽舰第一次试航时 张全也第一次感受到了 做一名人民海军的高光时刻 就是第一次离码头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舰船比较大 然后就需要发航行通告 告诉周围的船舶 注意谨慎操纵 第一次发航行通告 特别激动当时 就是能够让外界听到我的声音 张全告诉我们 跟随安徽舰执行任务期间 他在驾驶室看到了各种颜色的海水 也从监控镜头里看到了水线以下的深舱 在舰上进行部门间人员调整时 想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和挑战的他 主动选择来到了深舱下的积淀部门 想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 虽然其实可能在驾驶才能看到风景 下面面对的风景每天都是一样 都是管路啊 机器啊 但是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风景 是一个新的挑战 然后我希望新年一年 就是自己在体能上面有更大的超越 好好学专业 然后考出独立直根的资质 陪伴安徽舰顺利考核完成 中国人讲究过完了元宵节 这年才算真正过完 所以元宵节也是格外的热闹 吃汤圆 猜灯迷 看花灯 军营里的元宵节虽然很特别 但是节日气氛依然浓厚 我们一起来看 挂灯笼 猜灯迷 武警南昌支队直勤一大队营区 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 官兵们共聚一堂 自己动手包着汤圆 聊着各自家乡的元宵习俗 武警贵州总队和武警西藏总队的官兵们 更是别出心裁 以果蔬为原料 手工包着多彩汤圆 官兵们分工合作 有的和面 有的包汤圆 配合十分默契 虽然远离父母和家乡 但和战友一起其乐容的包汤圆 过元宵 不得能请别让我心里暖暖的 少了一些思乡知情 元宵佳节 第71级团军临粉旅的官兵们 举办了充满民俗特色的文化活动 威风裸鼓队率先登场 武龙队紧随其后 铿锵有力的鼓点伴随着翻腾跳跃的武龙 大家在欢快的气氛中度过别样的元宵佳节 在山西太原 武警太原支队某部正在举行文艺会演 此次会演不仅有安塞腰鼓和威风锣鼓等传统文艺节目 还有街舞 健身操等新颖的舞蹈表演 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让年轻官兵们感受部队特色的节日文化生活 元宵佳节 驻守在临海雪园的第78集团军牟旅 开展群众性冰雪文化活动 共设越野滑雪 花样抽冰杆 雪地橄榄球等13个项目 丰富官兵节日生活 滑冰场上官兵们不时调整姿势 快速穿梭 在速度与激情 团结与合作中 尽情享受冰雪带来的趣味与魅力 将节日的喜悦洒满军营 滑冰是一件令人非常愉悦的事情 它不仅可以很好地锻炼我们的身体和协调性 还给人一种在冰上飞的感觉 尤其是当我们越来越熟练的时候 就感觉自己很自信 很帅 近日北部战区空军某场站与武警沿边支队 共同走进驻地社区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们 以团元宵 写吉语 挂灯笼等特有的民俗方式 共度元宵佳节 续写军民与水情 今天是在外面度过的第一个元宵节 感觉很有意思 在这里有一种和有一种家的感觉 我认为驻地就是我第二个家